为什么我们饶恕这么难? 因为我们支持 第二,我们里面太多伤害了 伤害到一个程度,我们没有能力去饶恕 第三,因为我们对方也没有信心 耶稣不一样,他经过了多的不好的事情 他仍然相信上帝,正在带来他 他仍然相信上帝,上帝,不贵 他仍然相信上帝,他仍然相信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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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既然是上帝的儿女 不管你所遭遇的是什么,都是上帝的意思 圆是好的,阿们 泰国人很喜欢做猴子 做猴子的动物,来采叶子 那你知道,泰国人这样做猴子呢 他们是有秘缺的 他们拿一个玻璃瓶,玻璃瓶,玻璃瓶 玻璃瓶,玻璃瓶,玻璃瓶 然后,这个玻璃瓶的那个瓶口 是刚刚好椅子所能生进去的 然后呢,玻璃瓶就放了很多花生 然后,猴子很喜欢吃花生 一看到花生,他就不用想了 想了,就把手伸进去,捉了一把 捉了一把,才发现,嗯,不忍住了 拿不出来,所以猴子就被捉了 我要告诉你什么事情呢 让想到我搞了 我们像猴子这样捉住不放 捉住那极力的花生不放 其实放了你就被释放了 为什么你背那么多的苦涂 就那么开心,那么怨恨在里面 因为你捉住不放 我要告诉什么东西 那位白鸡好像改双不叮 跟你们讲改双不叮而已 改双不叮而已 对,才几个花生而已 不要饶恕,不要不饶恕不放 不要不原谅不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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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必须从小到大 我的教会 我以前的牧师也教导 我一样事情叫做 forgive and forget 我觉得我做了很久 我都办得到 原来我发现到 forgive and forget 是不能做得到的 you will never forget 但是 you can move forward 你可以向前 这些东西还从里面 人的伤害我 从小到大 伤害我那个十多年前的事情 还有在你的记忆里面吗? 肯定会有的 肯定会有的 为什么我拆下四位堂 我从小到大我被人堂 因为那个后面我还有在的 四七八个人围着我 打我,拿铁,那个头盔 头盔这样翘我的头 我还记得那个 这个后面的命运在 呃,内力在乎的 背伤害过是不会说 forgive and forget 但是我们可以选择这样的东西 move forward 向前走 如果你不饶恕 你不演样 你就活在永远 活在哪 过去永远